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速冻油条 最适合平时时间紧 我们可以提前做出来生坯 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 啥时候想吃啥时候炸 几分钟搞定早餐 看一下,刚炸出来表面是酥酥脆脆的 碗中打入一颗鸡蛋,大约60克 加入6克的盐 6克白糖 加一点点白糖 做出来的成品,口感一点都不会甜 只是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 加入270克的清水 搅拌均匀 搅好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大盘中倒入一斤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的无理泡打粉 3克的小苏打 10克的油条蓬松剂 混合均匀 这时候倒入我们混合好的蛋液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基本没有干粉的大面絮状 加入10克的食用油 这个油最好是用玉米油 味道小一些的 10克黄油增加香味 放一点黄油 做出来的油条成品更香 再搅一搅,下手揉成团 这个面不需要叠加炖面 像我们平时揉面一样 只需要揉成团 把这个面团揉匀 揉成光滑的面团 如果刚开始不好揉 可以饧上几分钟 揉好的面变得光光亮亮的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饧上20分钟 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取出醒着好的面团 按板上撒一些干粉 取出醒着好的面团 面团的表面也撒一些干粉 给它整理一下 然后从中间一分为二 切成均等的两块 这样更容易操作 一块用保鲜袋盖住防止干 另一块我们给它擀薄,擀长 擀成这种长条面片 两边不齐的地方推一推 再切成二厘米的长条状 切好的生皮中间打成一条水线 然后拿起一条不打水线的面片 放在打水线的上面 两条螺在一起 如果长度不够 可以往前推一推 让它两片面片长度一致 接下来我们用一根筷子 在打水线的部位 也就是中间的部位 压上一下 防止炸制的过程中 两条裂开 做好的油条生坯 我们轻轻拉住两端 拉长一些 放在头发中 做好的油条生坯 放在冰柜里冷冻 第二天早起 我们拿出冷冻烤的油条生坯 看一下这个冷冻的状态 杠杠硬的 起锅少油 油温打到六七成热 放下筷子 立马有密集的泡泡产生 油温一定要热 油热以后 放入冻好的油条生坯 看到油条生坯飘起以后 立马给它翻动 油条飘起以后 我们再装火炸 也不要太大的火 全程反复翻多 大约二分钟左右的时间 看到油条的两边 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看这颜值好不好看 喜欢火大的 就多炸一会儿 喜欢火小的 立马出锅 提前做出来油条生坯 我们再也不用早起了 看一下 掰开里面 各个都是大空心 表面酥脆 那里面软咸香 配上一碗豆浆 味道美极了 再来看一个 各个表皮酥脆 那里掰开 那里掰开 回来